哈喽 兄弟们 如果说在日本啊 这种大半夜的情况下 出门买东西 没有带钱包 只有带了一张中国的银行卡和一部手机 你觉得能在这里买到东西吗 咱们首先啊 肯定是要先去这个便利店去取款 看看能不能取得出来 用这个中国的银行卡 这是日本便利店的取款机 咱们直接把这个中国的银行卡插进去 看看能不能取东西出来啊 这边正在博卡 哎呦 这个卡 是无效卡 她说这个卡我在国内的话是可以用的啊 你们换一个这个全家便利店试试 哎呀 这个好像有鲜 少玩 还跟我说的是英语 这玩意不行啊 咱们这可以换一个银行试试 这边放进去 哎呦 她一直往上没说英语了 啊 啊 我操 只能用手机了 看看行不行 我们看看在这里买了点东西 能不能用微信支付啊 这个 这个一个 这人可能以为我是神经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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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要动吗 以后一定要带简报出门的拜拜 兄弟们今天接了一个任务啊 去帮忙收拾一下一个日本牛球生的房间 OK 好了 已经两年 已经两年 两年没有人来了 没有人来了 他现在 现在人是已经回国了对吧 一般东西全部都不要了啊 那我自己 OK 那我清空了以后帮你拍一个视频 然后给你的确认一下 然后最后还要清掃 他这个屋里面的东西刚才说是全部都不要了 然后都要清空 这什么 找你的手表 这不要了 这个手机可以啊 我们这每天有 这工作多的时候有三四个 拉了 从车的往被拉 发现两条这个线链 这好像是扩罗新的吧 还有一条这个线链 这好像也是白金的 这都是920杯的 这是银的 还有一个写戒子 还有一个三十二一升的杯子 这是那个学的语书 标准日本语 三小课 这边都是啊 这是日语能力听力口词 好试这些东西 都是学日语 一堆的西瓜卡 这还有钱 还有人民币 还有两只手表 一个牌利得 这个房间的主人呢 是2020年了 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回去的 然后呢放到这里已经有年龙多了 这个我们还在学韩语呢 这个东西挺可以的 这玩意可以啊 然后这边还有个微波炉 这还有一个PS4 还有一瓶没吃完那我刚刚 衣服也不要了 这真的就是感觉这个淘宝似的 我反正银行卡里面还有40万呢 我去 我觉得来日本吧 就啥都不用买 过来捡东西就行了 这玩意吃钱啊 这玩意 一个点好久啊 上去快搬完了 两个小时把这个房子给它腾空了 给你们看看这个房子啊 格局还蛮好的 这边门口有个这个换嗓子 然后进来这里面 这边有个鞋柜 鞋柜还蛮大的 还带一个那个镜子 然后这个是厕所 上面这个还有一个收纳 然后里面这边进去 这里面也是一个收纳 然后旁边是一个洗面台 还有一个洗衣机 这边有一个浴室 然后这个里面是厨房加客厅是一起的 然后那边是可以摆个沙发摆个桌子嘛 然后这边是做饭 然后都可以在这里还可以放个冰箱 这旁边这边是睡觉的地方 然后还带一个大衣柜 整个房间的格局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五斤加起来一共要多少钱 才两万吗 是的 这么便宜 时隔跨年了 兄弟们今天我又打算在日本找房子了 说来说去啊 西游来日本也有五六年了 搬家也有五六次了 总感觉自己是漂无定所的 这次呢也想找一个合适的房子 然后呢一直租下去 看房小哥来了 今天去看一下东京文京区90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 9000块的房子怎么这么小 这么小啊 我本以为9000块钱在东京只能租到一个这样的小房间 没想到他还有一个地下室 这边地下室下面还有一个衣柜看来是用来做卧室的 就是上厕所有点不太方便 还要往楼上跑 小哥知道我的需求之后 随后立马又给我找另外一个房间 小哥说这个房子比刚才那个还便宜2000块钱 吃饭做饭在楼上 睡觉洗澡都是在楼下 这个地方就是楼下的卧室了 卧室旁边这个楼到这里啊 日本的设计师也没放过 给设计了一个很大的衣柜 这里还有个小的储卧间 这边是独立的卫生间 还有独立的洗面台和浴室 都是分开的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住房 需要给房东投金和领金 一般都是需要一两个月的房租 但是这个房子小哥说投金只要2万日元 投金加起来要多少钱 2万 才2万吗 是的 这么便宜 那我好好考虑一下 你们说这两个房子我应该住哪一间呢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不自己做饭 其实在日本 便当是最便宜的 今天我们就看看自己做饭的房 需要花多少钱 现在日本时间 是晚上的8点钟 我们去超市里面看看有没有 买打折便当的 现在日本比较便宜的 就是个豆腐 它一个才38块钱 这小姐姐 一来就直接拿了两 咱们今天晚上 去做一个麻婆豆腐 拿两盒 咱们再来一份 这个简单的受洗烧 哇这个今天有打折 来一盒 兄弟们 你们看日本的小便当 卖的精不精致 这是中华便当 这个是那个猪排放 配了鸡蛋 这边里面有鱼有蔬菜 燕炎价值真的很高 米饭的话还是这种无骨的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天天扯别挡了吗 其实主要还是穷 真的想吃这个四季豆了 咱们拿两袋回去 一袋是10块钱 再来一袋 这个小葱6块 最后啊 咱们再来一盒小水果 这个是哈米瓜 是18块钱 看到没有兄弟们 这一顿发了我100多 直接煮真一不划算 到家了兄弟们 我们来做这个麻婆豆腐 豆腐咱们先操个水 在日本啊 咱们条件有限制的用这个来做麻婆豆腐 我要兄弟们看看我的麻婆豆腐 啊 嗯 哇好滋滑 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下我在日本100块钱的晚餐 钢饼四季豆 麻婆豆腐 然后这个寿喜烧 外加一份白米饭 还有一个小水果 你们就说这100块钱的日本晚餐 你们觉得值吗 最近看视频被余生节群刷屏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四条视频有九条就是他 最近也成功成了柚子粉 但那下午我就做了新干线 前往他的老家仙台 还好奇这样一个优秀的大男还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城市 来到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边的人非常热情 来这边的第一站 当然是要来打卡一下柚子的两块力牌 还有他在这里留下的手印 这时候感觉也太小了 还可以到附近的仙台成绩看一下鲁迅先生 这个地方离柚子的力牌非常近 我当时看到了鲁迅这个背感觉像看到了亲人似的 这个地方在国际中心站 从仙台坐车过来的话只要9分钟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全区打卡一下柚子小时候的罚冰场 这边类似于是一个体育广场 从滑冰场出发到幼稚的中学 差不多只要走路15分钟左右 这条路也是以前幼稚上学时候每天要走的路 在他高中的学校还挂着祝贺他的条府 在幼稚的这个 学校 中学 另外来仙台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就是这个大观音像 这现场看的话真的是很震撼 会给人一种很珍佩人心的力量 买了发 哈喽铁子们今天准备去仙台 就是与生结弦在日本的老家 因为就去一天 所以我只待了这一个行李 东京到仙台有300多公里 坐车需要两个半小时 我们先要坐那个电车去东京站 然后坐新干线过去仙台 我到东京站了兄弟们 你去这边买一个票 买到票了我们坐车去仙台吧 买到票了我们坐车去仙台吧 我是在二号车这是在九货车 要走到行面去 因为今天上车的时候太赶了 然后我也没买什么吃的 不然到了那边看看有什么吃的吧 今天幼稚走过的路 我都会带你们走一遍 兄弟们我已经到仙台了 这个地方就是整个仙台市了 然后这边还有雪 应该是刚下过雪吧这边 我刚才在这边逛了一圈 现在天都已经黑了 你们看我的仙台找到了什么 他的三个牌子 还有他这边的手艺 给你们看看 他的那个手怎么这么小呀 他没有我的手大 然后这边这个手艺 你们知道是谁吗 我们明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直播 然后去他的学校 他的那个发学场 咱们去看看 记得预约呀 谢谢大家